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叫王國輝, 人人都叫我輝哥 就是梳化的主管 雲小姐已經交代了你來幫忙 不過巡禮還要替你做個面試 我想問你之前有沒有學過梳頭 或者化妝? 學就沒正式學過 不過以前也在媽媽的髮型 那裡幫過忙 梳頭和化妝也懂得一點 梳頭和化妝的基本功是你過關的 不過在電視台做比較慢了一點 遊學圖演戲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謝謝輝哥 那隻狗是誰?化妝家不可以帶狗進來 是我的 Coco小姐 Money不是一般的寵物 她是我做日本旅遊親善大使 她總領事代表日本皇室送給我的 Wilson就是你們的時生 她特地邀請我帶她來做節目 是不是這樣也不能進來? 當然不能進來 Coco小姐, 古監製已經交代了 你的贊助的衣服就送來服裝間 你知道服裝間有多衣服、有多雜物 萬一弄出你的皇室狗狗就不太好 這麼麻煩? 剛好我助手今天又生病了 你們先找人幫我看著Money吧 行, Kim Money嫌棄你, 你別碰他 沒關係 不如讓我試試 Money平時不給陌生人抱的 你叫什麼名字? 叫林河 他是我們化妝間的新同事 那好吧, 你幫我看著他 好小狗出走廊 讓Coco不要靜陣他 收到 這個Coco要怎麼這麼囂張? 他本來很失望, 怎麼這麼厲害 對, 之前神哥就找他上女的俱樂部 做嘉賓 他就被網民瘋狂剪圖洗版 神哥就誠性追擊找他做客席主持 你還不當自己是女神? 這些就叫一招得志, 語無倫次 他串不是因為他紅 是因為他是時山的現任女朋友 好, 聽說時山跟他翻攤之後 他的馬就跑第一 時山還故意帶他進去拉頭馬 所以就像重生驕 當成自己是老闆娘 我告訴你 時山的女兒一向都出錯了 我放牆雙眼看他, 厲害了 時山一天還沒下話 整個電視台都要看他的頭 怎麼樣?韋哥 好汁 你好 你好 對了, 幫我收拾 幹嘛要我幫你收拾錢? 叫你收拾就收拾 你在這裡擺款嗎? 他不是擺款, 是狸狼 褲狼錢也蹲不下 拜託你胖了一碗戴一個馬 這些與肥瘦無關 這些是我媽媽送給我的禮物 他對 這些韓式褲是要貼身才好看 穿大一個尺寸就不好看 對 這些風格, 韓仔才穿得好看 韋哥, 免購有沒有幸福? 與韋哥無關 這些西褲是Coco 弟弟的時廠店出品的 他還逼時山進了一批來做戲服 弄得全台衙迷員都要穿 說真的, 抄款真的沒什麼所謂 不過也要顧一下香港人的身形 現在真是一口氣都辛苦 那真是辛苦了 不過說真的, 做主持穿也沒什麼所謂 我們都是行行其其多 但是你說開戲的那些 一年戲連幾個月 聽說前兩天馬明開外景 在很多觀眾面前爆塌 是嗎? 真是多久 馬明很臭小子 Coco姐… 你們全都站在這裡 這麼有空, 不用做嗎? 當然沒空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工作, 來… Coco姐, 你麻煩你過來這邊 這批衣服是全部給你試身的 麻煩你試了之後 讓我拍幾張照片給監製選吧 我們問了你的經理人 這些尺寸應該適合你穿 這些款式也夠, 顏色又漂亮 怎麼穿上身? 大女人衣服一向是這個品牌贊了 好… Coco, 時衣服 Rawson 怎麼樣?選衣服選得怎麼樣? 你的服裝, 姐姐, 這麼沒品牌 選衣服很漂亮 怎麼搶得起我 我要穿R&G新一季的衣服來做節目 但是這個品牌 其實跟我們公司一向沒有合作 不用了, 我要了 好… 我一會兒替你出租萬間專門店 我送給你 謝謝, 寶貝 對了, 為什麼你不穿我弟弟的衣服? 你看, 葦哥穿得挺好看 有, 我之前也有穿的 不過拿去洗而已 我送了四套給你, 你四套都拿去洗? 對了 Daisy, 你是否忘了幫我拿乾洗? 不好意思, 士先生, 是我忘了 少許事都做不到, 怎麼做人秘書 別生氣… 我們待會兒買完衣服之後 我和你去你最喜歡的法國餐廳吃飯 好嗎? 好啊 不過希望你這個很無忌性的秘書 會記得訂桌子 你好, 威爾森先生的辦公室 那我問一問士先生再封你 再見 士先生, 郭先生明天有急事要票 想約你今晚討論他們的事情 那你幫我答應他 Coco, 對不起 我明天晚上再陪你吃飯 好, 不過你今晚陪不到我 我要你現在陪我試衣服 好 不過我不想他在這裡 Daisy, 你先回去吧 是, 士先生 你這個秘書是這樣的 跟出跟入, 整隻根尾狗 好吧 爸, 阿姨, 回來 阿神, 和仔今天去TVI見宮 請了他 我知道, 我今天聽阿輝哥說起 那他會跟什麼節目? 他暫時會先跟我的女人俱樂部 不過和仔 你正式回化妝間之前 這女人我想你幫他做點事 突然這麼急, 什麼事? 今天在化妝間 只有和仔弄一碰Coco的狗 Coco說下次他來錄影的時候 想和仔你幫忙照顧那隻狗 叫和仔幫他照顧那隻狗? 那他當和仔是什麼?工人嗎? 沒所謂, 最重要是幫忙 那個Coco也不真的不是 又說是大明星 那什麼助手都沒有一個? 他有助手 不過被狗咬到醫院 所以想找和仔做體工 你要照顧那隻狗 真的要小心點 好啊 阿顧先生, 你的膝羅哥已經康復了 好了 那我以後去哪裡都不用人家扶我 好像你這樣的年紀 好得這麼快, 很難得 我有個私人物理治療師 天天替我按摩 現在這麼照顧老人家的年輕人 已經沒什麼了 你的孫兒很疼你 是呀…他很細心 那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要不要介意? 康復了就不用介意了 喜歡吃什麼都可以 平時多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或者散步就行了 謝謝醫生 最近吃東西吃得這麼清淡 現在終於可以吃一頓好 我們去吃海鮮, 慶祝一下 雖然你吃得好一點 但是海鮮的膽固醇很高 那怎麼辦? 這裡不是有間很有名的魚蛋粉嗎? 不如我們去吃吧 好… 這檔魚蛋記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魚蛋粉 包含古Sir來吃個翻層味 你怎麼會來這些舊店的? 我十二歲的時候來過香港旅行 那時候有位伯母帶我來吃 我一吃就忘記不到這種味道了 古Sir, 坐, 慢慢來 吃什麼? 古Sir, 很久沒見你了 吃什麼? 兩碗招牌魚蛋好? 好…好, 直到, 先坐一會 古Sir, 你也來過這裡嗎? 誰知道來過 我還是熟客 我當年來的時候 老闆還剛好讀中學 好, 招牌魚蛋, 慢慢吃 古Sir, 你一定要嘗嘗這裡的 秘製辣菜譜 再加一點醋, 蒜蒜辣辣, 很好吃 古Sir, 我加些給你 古Sir, 你沒事吧?哪裡不舒服? 我沒事 我只是想起我小孩子一時感觸 不過他… 他也喜歡這樣吃魚蛋粉 你這個小孩子? 謝謝, 一碗魚蛋可酒店 阿Dee Vivian 何仔? 一起坐吧 好 請坐 這位就是雲小姐, 我媽媽的好朋友 原來你就是雲菲菲小姐 對, 你好, 古Sir 我聽他們提過你, 所以我認識你 但你怎麼認識我呢? 王仔說他在古監製的家裡 正在照顧老人家 你不是古Sir是誰? 雲小姐不愧為TBI的總經理 腦筋轉得很快 是 怎麼這麼巧呢? 就是阿姨 Vivian帶我來這裡吃的 你兒子喜歡吃的那種吃法 也是他教我的 不好意思, 我先接電話 喂? 好, 好, 我現在回來 再見 不好意思, 公司有些重要事 我要先走了 不要緊, 公事重要 那下次再見 再見 下次再吃, 再見 再見 謝謝, 我幫魚蛋給我一趟外賣 好, 行 你帶我去吃魚蛋粉 那我就禮上往來帶你來看看這個公園 你常來這裡嗎? 不是, 以前我是住在這裡的 公園附近還有一個禮園 裡面有很多東西玩的 還有很多動物看 放假我就帶兩個兒子去玩的 以前我爸爸都經常帶我去遊樂場 和動物園玩的 我們一家三口 曾經都開心過 曾經? 你別看小看這條石春路 如果狀態不好 一腳踩下去也很痛 我曾經踩到眼淚都流了 高Sir, 坐坐 我剛才有沒有嚇到你? 那我吃魚蛋粉的時候 我有沒有嚇到你? 自從我小兒子曉陽十幾年前過世之後 我就沒有再進去魚蛋棋 因為太多回憶 一個人我又不敢好 阿神 我又不忍心叫他陪我去 阿神, 謝謝你 讓我重溫那個味道 我是不是不小心勾起了你的傷心事嗎? 其實流淚沒什麼好怕 人家經常說男人流血不流淚 但是我覺得你不用管別人的目光 你只要膽敢流出自己的眼淚 才是真真正正的勇敢 你說得對 我經常不敢跟別人說我在家 因為我怕 我怕我忍不住 如果你需要一個樹洞 你可以考慮我 反正我們都在大家面前流過眼淚 心理上沒有負擔 我十二歲那年 我第一次知道有東西叫DNA測試 我很討厭這個測試 因為它反轉了我的世界 過一年 當我爸爸 應該是為我的養父 知道我不是他親生的 決定跟我媽媽分開 但是從那天開始 我就不再去陪我了 從那天開始 你就跟著你媽媽姓林 我媽媽來了婚之後 和幾個叔叔結婚 學會每次都不長久 林是我上任爸爸的姓 我一天未夠十八歲 我媽媽改嫁也要跟著改姓 你不是經常要搬來搬去嗎 可能這樣是一件好事 因為每一次轉校 我都可以當是從新開始 不用再聽別人對我媽媽的閒言閒語 是嗎? 我兒子 打巧是生在人家裡的 你媽媽自然有她自己的難處 不過你總是要記住 你媽媽是多麼疼你 我明白的 我知道我媽媽只是想追求快樂 即使那些叔叔 多麼不喜歡我媽媽帶著我身邊 堅持不送我去基層 多辛苦 有白糖糕, 麥芽糖餅 你買這麼多東西幹什麼? 你問問這兩個一路一亂 像大小孩買這麼多零食雜糧回來 待會怎麼能吃飯呢? 醫生說我好玩了 那我就很高興了 拿著和仔跟我一起去掃街 吃這麼多東西 真的不用吃飯了 還有, 你最喜歡吃的魚蛋 待會兒要來加菜 古Sir說買回來煮紫菜湯 一流 給我快 我… 阿神, 幫我拿湯給魚蛋過來 阿姨 今天那兩個東西真的像糖豬豆一樣 連說話都配合口液 很久沒見過爸爸這麼開心 阿姨, 爸爸今天去覆診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那我也不知道 待會兒吃飯在一起坐牠才行 不要緊, 發生什麼事都好 最重要是爸爸開心 不是吧, 時生怕Coco會怕成這樣 是呀, 自從上次他被Coco捉到 看到他沒有穿他弟弟的品牌之後 他們立刻叫Daisy把Coco送的三副鞋 全部放一套在這裡 等Coco來的時候, 他便會換一套 方姐, 時生想拿他放在這裡的西褲 我已經洗湯好了, 你檢查一下 謝謝方姐 我真的替時生慘了 這些褲子, 志偉這麼合適 穿得這麼辛苦, 何況她 那些褲子根本不適合時生穿 是Coco一定要逼她穿 時生穿了褲子又要遷就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走的路也很辛苦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麼幫她 如果我們可以讓時生在Coco面前 爆胎就行了 做手腳就行了 不過爆也要爆得不著痕跡 挑線的時候就不要全部挑了 隔幾個線步才挑一針 這樣沒那麼閣眼 不過一坐下來就馬上爆 Coco, 今天第一天要開機 我們熱心拍了一個宣傳片 這裡有一份寶, 你看看 行了 Coco, 時生… WALSEN 送給你的 祝你們開工順利 順利 順利 我還買了咖啡機 以及你最喜歡的咖啡 等你拍攝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享受美好的咖啡 待會, 會有人送水果過來 謝謝你, WALSEN 你真是小心, 但我真是好 時三 Coco, 時間到搶了 希望今晚不要拍這麼晚 我約Jay Wilson吃飯 Money, 知道嗎? 待會拍完東西很快就回來 你們, 待會幫我好好照顧Money 我安排了記者 一會兒替你做訪問和拍照 Money會在旁邊的VIP房間安置住 好嗎? 待會和仔會照顧Money Money很怕熱 你記住檢查冷氣, 要24度行溫 而且她只喝法國的礦泉水 你別給她喝雜蜜水, 她喝不習慣 沒問題 Money是金枝玉葉 待會我接回去的時候 她正在燒一條毛 我也為你試問 知道 那我先進去了, 待會見 我在這裡等你 Coco, 你在哪裡 詩先生, 你有個火腩嗎? 我來這裡, 謝謝 好 那我走了 謝謝 Dissi 我今天整個下手都會在這裡 你可以早點下班 詩先生 褲子好像… 詩先生 Coco送給你的褲子太窄了 現在別說這些 我現在這樣的樣子, 待會怎麼見人 你今早換出來的褲子 我又拿去乾洗 要不然你現在馬上脫出來 我拿去服裝間補吧 好 還是不要 為什麼?詩先生 褲子太窄了, 裡面沒有麻煙痛 我拿去補, 馬上拿回來給你 你快點, 我怕是廚師人進來 詩先生, 不如你先把我的頸巾勾住 萬一真的有人進來也沒那麼尷尬 麻煩, 你快點 快點, 快點 外面這麼熱, 怎麼拍? 你怎麼拍攝的? 要不你先進去休息一下 讓太陽沒那麼慢再拍, 好嗎? 嘩先生, 我回來了 嘩先生 為何他們見到我沒有臭褲 嘩先生 還說Daisy的絲巾水洗都不清 嘩先生不在裡面嗎? 拍電話給Daisy, 幫我洗掉他們 好嗎? Daisy, 你在裡面嗎? 怎麼不開門?快點開門 你打什麼? 沒人開門嗎?沒理由 不過剛才還看到時山和Daisy在裡面 你說什麼? 你打什麼? 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你留在裡面幹什麼?別開門 別開門 不要開門… 你以後的人馬上出嫁 你現在還沒數 不如你放進去喝個瘋子 來…我們在這裡 你馬上和我打電話上來 開了你的門去 你怎麼聽了? 你怎麼聽到電話? 你怎麼聽到我會看 你怎麼聽到他們 你為什麼還會知道 你還會知道 你怎麼會被你 你怎麼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